菲律宾不断碰瓷搞事 解放军拉开架势 吹舔黄岩岛是时候了 解放军南部战区前两天在南海黄岩岛附近 组织了一场联合战巡 把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 全部掌握在了手中 从南部战区权威发布的内容来看 我们这次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联合巡逻 明显不是无缘无故的 而是对美非澳加联合军演的回应 就在我军发起联合战巡的同一时间段 美国菲律宾 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 也在南海这边搞了一场联合军演 对这场四国在南海举行的首次联合演习 菲律宾军方表示 这次联合军事演习旨在维护自由航行和飞跃权 并且显示 他们为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共同努力 增强区域以及国际合作 共同捍卫国际法 很明显 菲律宾与几个西方国家又在拿南海重彩案做文章了 其矛头可以说是直接指向了咱们中国 对此那样解放军当然要拉开架势 做出强硬的回应 他们来讲 菲律宾人如今在黄岩岛附近不断的碰瓷搞事 或许不是件坏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的每一次挑衅都是在促使我们早日完成对黄岩岛的推舔工程 毕竟是他们不遵守规则挑起地区矛盾在先 那就不要怪我们不顾情面动真格的了 之前非方在黄岩岛有所挑衅以后 我国就立马发布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 对相关海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初步的评价 研究发现黄岩岛海域的水环境是优良的 交谈也是正常的 在未填岛之前关注黄岩岛生态的环境 就是我国巩固黄岩岛主权的一种方式 而在美中国的这种重岛战略 之所以还没有在黄岩岛海域进行 我们不是做不到 也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 中国只是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到整个南海局势的稳定 如果小马克思政府非要像阿基诺一样 无理由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提出质疑 做的太过火了 或者是打定主意要把美国人在南海制造混乱 使中国线路困境之中 那么吹遍黄岩岛的时候就到了 中国的地图编制器必然会重新投入使用 完成在黄岩岛重岛的任务 所以解放军下一个进驻的南海岛礁会是哪一个呢 全看菲律宾的一念之间 为了大局 我们中国可以忍耐小马克思政府的一些小的任性 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 马尼拉方面的一些政客 现在就像是美国人给他打了鸡血一样 而这样下去 中国和众多东盟国家 这么多年来保护的不前倒默契 随时都有可能打破 上面这些观点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可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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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通门 手 写